2022智慧陳市長 今天盛大開幕撥卻驚爆 透過專案泡泡到臺灣的外賓 有人確診染疫 臺北市副市長黃晨山 則說明昨天晚上接到通知的 外賓團在機場 居然沒有落地檢疫 緊急派出醫療團隊 到了飯店篩檢 賀然發現貝里斯市長 身邊工作人確診CD值35 包含目前市有市長本人 總共是八人被隔離狂烈 臺北市長柯文哲 大聲喊冤被媒體大陣仗包圍 就是因為這場2022智慧城市論壇 爆出外賓確診 的確是有一位CT值35 那現在他同團的部分 已經都居家隔離 目前有八位 那他們這一團就不會參加 這次的活動 仔細看看柯文哲 還特別戴上N95口罩 因為這是疫情以來 第一團透過專案泡泡 來臺參展的國際商務客 總共32人 傳出機場檢疫人員 沒接到名單 導致他們落地沒篩檢就被送到飯店 後來被要求出示入境證明 才發現現場17人通通拿不出來 那天我有跟外交部有CDC還有國發會 我們親自開過一次會 被通報說沒有在機場 踩我也很訝異 所以我們臨時請聯益要去踩 所以是一個專案的泡泡 那旅客或參與的人員 並沒有拒絕採檢的形式 PCR的陰性證明 大概現在很少有人可以免 GBM的PCR或者是生猴唾液 那這兩種都有在做 到底是難以還出差錯 中央地方還沒釐清 但傳出確診的是貝里斯市長 華格納身邊的工作人員 同行8人匡列 包含市長本人都在隔離中 但同班機還有一名美國級外賓 要確認機艙位置 目前為止都是專車專團 所以他們團進傳出 所以沒有什麼問題 本來就是國發會跟外交部邀請 他們本來就是按照專案申請的 沒接觸一般民眾 但論壇可是觀概雲集 上午輸了柯文哲 黃珊珊 還有桃園市長鄭文燦經濟部長王美花 下午活動鴻海董事長劉揚威也出席 大前天是120嘛 再來是118嘛 大概是昨天是90級 我跟你講按照這種速度 我看遲早會攻破 境外移入履創新高 專案泡泡到底怎麼破的 還得趕緊查清楚別讓疫情防線 再度拾手 介紹綜合報導